那这七个讲完之后就是 变成那个成对的 这个成对的就都是比较简单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是你要培养出这些素质 对禅修 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没有这些素质 禅修 可能不会有 多大的成就 你看 一个是 身清安 心清安 两个一起讲 身清安 心清安 这个清安叫 Pasadi 这个身 Kaya 大家注意这个身指的是 心锁 身清安与心清安 心清安这个就是 吉他Pasadi 身清安叫KayaPasadi 这两种清安 各自的特象是 平静心锁与心的不安 不安叫Daratha 你可以把它查一下 阿拉塔 阿拉塔就是 不安的意思 这个忧患苦难 不安 有时候你把它这个 巴利文读在那里 把巴利文查一下 现在有这个字典很方便 而且你会发现里面有 资料 而且它有很多故事 身清安与心清安 这两种清安各自的特象是 平静 心与心锁 的不安 作用是破除 心锁与心的不安 现其是心锁与心的 安灵冷静 静音是心锁与心 他们对峙导致 繁躁的调局 与恶作 这身清安 心清安 会 对峙 繁躁的调局与恶作 那么你看 所以说 跟禅修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这个调局恶作没有去处的话 那么 是不是 五概就是没有那个了 那么就要日禅定就是有困难 所以一定要身清安 心清安 那 我们看 这个 再看一次这个 它的特性是心锁 现在你看这个 就是指的就是生 这个心锁就是生 是受祥型的意思 清安 正定 破除心锁与心的不安 心锁与心的严静 清安 不战斗 静音是心锁与心 那心清安是心的清安 正静 破除心锁与心的不安 一样 这些都是一样 也就是 生清安 心清安 我们看 它的那个 法律文跟英文 Kaya Pasadi 心锁与心安 Kaya Pasadi 那就是生清安的意思 这个生指的就是心锁 也就是受祥型 Transecurity of mental body Mental body 你看 这个 身 指的就是 跟心有 跟那个 心有关的那个身 有没有 Mental body 那心清安的话呢 吉他 Pasadi 然后 Transecurity of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就是 心 清安 那么再过来 我们要看 生清快性 跟心清快性 生清快性 跟心清快性 我们还没有看这个智慧之官了 生清安 心清安 就是 诸心锁的清安 还有心的清安 你看 这个生清快性 心清快性 这个清快性叫Navta 你看这个后面有Ta 这个就是 那个 变成一个抽象名词 什么姓 什么姓 生清安 心清安 这两种清快性 各自的特项是 去除心所与心的沉重 那破除 那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沉重 现其是心所与心不沉重 静音是心所与心 他们对是导致沉重的分层与睡眠 所以我刚刚讲 培养出这个对禅修 很大的帮助 你要禅修要有成就就要有这些 你要才能够对峙 对峙五概 然后那个心所那个残肢才会生清 这是 身清安 心清安 我们看这个 身清 这个身清安 身清快性 心清快性 方讲是身清快性 心清快性 身清快性 心清快性 是 身的清快 心所的清快 还有心的清快 然后他的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沉重 两个是一样 然后 他的 限期是心所与心的不沉重 他的静音就是心所与心 我们再看他的英文 这个清快性 新清快性 法利文叫 Navta 那么英文的 Lightness of mental body 就是身清快性 那 心清快性 是Lightness of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这是 心清快性 好 那么再过来 我们要看 这个 身柔软性 和心柔软性 再看智慧之光 智慧之光 身清快性 心清快性 有之心所的清快 清快 都是这样 那么再看 这个 身柔软性 心柔软性 这个柔软性 叫Muduta 那么 这两种柔软 各自的特象是 去除心所与心的僵硬性 作用是破除 心所与心的僵硬性 现其是心所与心 对目标 无对抗 静音 是心所与心 他们 对之导致僵硬的邪见 和我慢 当你有邪见跟我慢 那表示还有这个瘫的时候 你就很难入禅定 所以这个身柔软性 心柔软性 它是 破除这个心与心所的僵硬性 让我们心所与心 对目标 没有对抗 所以 你就能够专注在你的A处 这是身柔软性 心柔软性 我们看 这个 这个叫身柔软性 心柔软性 那么它就是身的柔软 还有心的柔软 那么它的作用都是一样 破除心所与心的僵硬性 那么它的那个 这个限期是 会让心所与心对目标 没有对抗 没有阻碍 然后静音都是心所与心 然后再看它的这个 巴力文 英文 跟英文 这个 柔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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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 这要怎么念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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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老人 再來看這個 十四十五 身似略性 心似略性 這個指的是身心聽話好用 似略 適合作業 你在禪修的時候 就適合對這個略處作業 所以就是身似略性 心似略性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就是說你有時候打坐的時候 有時候實在是覺得好像心很不聽話這樣 就是很不適合現在來打坐 那個就是不似略性 你要有似略性打坐 才會比較有精彩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類 身似略性 心似略性 這個似略性叫KAMA NYATA KAMA NYATA 似略 可以把這個查一下 KAMA就是A 一個作業 一個作業 KAMA NYATA 適合作業 適合作業 KAMA NYATA 它是性 KAMA NYATA 那我們看KAMA NYATA好了 這個BSK是佛教患文的意思 佛教患文是這樣講 事業適合作業 適合工作 那加一個TA 就是事業性 那就是適合勘任 事業勘任 適合工作的 那這樣 看這個 身事業性與心事業性 這兩種事業性 各自的特象 是棄除心所與心的不事業性 不事業性 前面再加一個A 就是否定了 如果第一個字是母音 那就跟英文一樣 我們要加AN 那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不事業性 現其是心所與心 成功取某所言的目標 淨因是心所與心 它們對字導致心所與心 不適合不適於作業的其以諸蓋 所以你看都有提到那個 跟禪修有關的那個五蓋 跟入禪定的障礙 五蓋 都有提到這個蓋 身事業性 心事業性 這個就是說 身心都很聽話很好用的意思 那我們看這個事業性就是適合作業 心所及堪認性 他們的現起都一樣 就是他們的那個作用都一樣 破除心所與心對善作業的不事業性 呈現的方式是心所與心 成功於取某所言為目標 那麼他的靜音是心所與心 那麼再來看他的巴黎文和英文 把那個弄掉了 我剛剛把那個弄掉了 這是他的那個英文的弄掉了 那從這裡來看 這是第八章的 第二章 這附錄裡面的第二章 附錄裡面的第二章 附錄裡面的第二章 不小心把它刪掉了 找到這個 出來了 出來了 這個事業性 是 這個 Widness of mental body 這個Widness Widness of consciousness 事業性 英文是這樣 然後再來看 智慧之光的 事業性 就是 諸心所事業 深事業性是諸心所事業 心事業性是心事業 再來看 這個練答性 練答性 深練答性 心練答性 這個練答 就是熟悉熟知的意思 熟悉熟知的意思 十六十七 深練答性 練答性 這兩個練答性 各自的特象是心所與心健全 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疾病 限期是心所與心無殘缺 靜音是心所與心 他們對導致心所與心不健全無性等等 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健全的無性等等 這叫練答性 就是心對目標熟悉熟知的意思 再看這裡 這個練答性 是心計練答性 深計練答性 是心所計練答性 它的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疾病 兩個都一樣 那麼它的限期是心所與心沒有瑕疵性 靜音是心所與心 這是練答性 再來看最後一組 最後一組叫做深正直性 心正直性 還沒有看到它的英文 看這裡英文的話這裡有出 這裡 這個練答性叫proficiency proficiency mental body 這個深練答性 proficiency of consciousness 這是心練答性 我們看智慧之光怎麼講 智慧之光練答性 就是這個 諸心所練答 那心練答性的話是心練答 最後一組 深正直性 心正直性 這個正直就是不狡詐的意思 不狡詐的意思 我們看這裡 正直 它是正直性 這裡是kaya 再叫 那兩個母音會被吃掉 是变成 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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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 胶胖 以心正直性 这凸足 胖胖 这两种正直性各自的特性是心手与心的正直性 作用是破除心手与心的欺骗性 限期是心手与心不矫诈 禁因是心手与心 他们对治导致心手与心不正直的虚伪扎期等等 我们慢慢看过去 深正直性 心正直性 就是指的是受想型的正直跟心的正直 就是它的特相 然后它的作用是破除心手与心的欺骗性 两个都一样 然后它的限期是心手与心不狡诈 它的静音是心手与心 我们再看这里的说明 心正直性与心正直性 两种正直性各式的特相是心手与心的正直性 作用是破除心与心手的欺骗性 作用是这里 这个刚刚念过 我们再看这个智慧之光讲的 智慧之光讲的这里说 这里诸心所正直不虚伪 不欺骗 欺骗叫Maya 是掩饰自己的恶行过错 虚伪叫Sataya 是展现自己所无的品德素质 这个欺骗叫Maya 但是这个Maya 查一下看看这个Maya在经典里面 我们常常碰到的Maya 这个长音是在第二个字 这里我是用模糊搜寻的 所谓模糊搜寻就是英文字有像它就会那个 如果我没有用模糊搜寻的话 那么它显现的就是第二个字一定是 这个就是说显现一定会跟这个字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两个都是长音 那么如果我用模糊搜寻的话 就是说它的长音短音它通通会出来 那么像这个Maya 这个就跟这个Maya不一样了 因为它的长音在后面不是在这里 那么这个Maya是阿汉的那个 就是我的意思 阿汉 阿汉是我 这是我的第一人称的那个我 那现在是这个Maya 或者是这个Maya 你看它是幻数者 这个是在经典中常常碰到 为什么说经典中常常碰到呢 我们看一个经典你就知道 所以Maya就是幻数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中部的第五十六经 中部的第五十六经它是蛮长的 到底它在讲什么呢 我们用这个 这个是 它叫做 优波磊经 这个大意是讲这样 我们知道外道 这个尼前头若即是一个外道 是那个 奇纳教的 他们好像是罗选外道 他们跟他的一群徒众在纳烂陀 纳烂陀就是 玄章大师去 留学那个地方 玄章大师就是去纳烂陀大学 留学 他的另外一个地址叫做藏苦行 为了托波去碰到那个火头 碰到火头以后就跟火头讲 就是讨论有几种亦 当然是有生亦亦恶亦 对不对 对不对 他问这个某火头 说这个 夜的案例 那么是这个 他的老师 宁前头是常常 就是冠状于藏法 藏法的案例 就是深夜的案例 所以他们会说 用那个苦行意思就是说 因为深夜很重要 如果我把这个深夜消除 我先去修那个苦行 然后把那个夜消除 我就会清静 就会脱离这个轮回 所以他跟这个 佛头讲说有三种战法 深夜的战法 一夜的战法 一夜的战法 哪一个比较重要 佛头跟他讲说是一夜最重要的 他们外道 那个那个 那个某行外道 他们是认为说 是那个 那个深夜最重要 他跟佛头确定了说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夜最重要 以后他回去告诉那个 那个 他的那个教主 这个 尼前头 刚刚讲 尼前头怎么指 这个 尼前头 肉体指 那去跟他讲说 佛头是 世尊是这样讲 是那个 异夜最重要 但是他们是认为 他们那一派是认为是深夜最重要 所以他们就说我要去把佛头变倒 然后这里讲了一堆 说要让佛头很难堪的意思 要让佛头好看的意思 就是让佛头 就是让佛头 会这个 你看他就要把 类似说 他要把佛头论破 然后就像这样 就是 像有力气的男子 抓住长毛 公羊的深毛以后 把他拉起来 把他拉来拉去拉着转 然后同时沙门恰他 会被我以辩论来拉来拉去 拉着转 犹如有力气的量就忍头大 就塞 懒入深水中 抓住一端 又把他拉起来拉拉去 反正就是 随他摆布这样的意思 就是要把佛头变得毫无 这个招架之力的意思 他派了一个在家的地址 他派了一个在家的地址 就叫做尤婆里 要派他去 所以你去论破 我派这个地址去就可以把 卡当魔论破了 但是当这么说的时候 那个藏苦行者 就是去跟佛头确定说 异业最重要的那一个 他就这样讲 大德 我不喜欢乌族这个尤婆里 应该尝试去论破沙门乔达摩 大德 因为沙门乔达摩是幻术者 这个沙门乔达摩好像是变魔术的人 我们看他是在这里这个字 在这个地方 沙门乔达摩是幻术者 有没有叫麻洋 还有这个麻洋的位 就是这个字 意思是说 很多人去那边本来是 自信满满说要把佛头变倒 让佛头无召架之力 最后都归一了佛头 所以 这一个 那个常行 常苦行者 宁前陀 他对他的教祖宁前陀 若体子这么说 他就说 你不要派他去啦 但是因为 乔达摩 他是一个幻术者 他会死人转向的幻术 他去了以后都 都会被他 等于是把他 说服去作为弟子 然后那个 宁前陀 若体子不相信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就派他去 这个乌族又婆里 乌族就是居士的意思 他也是信心满满的去 结果后面你们自己看 后面很惨 就是完全 变成他是无召架之律 然后还归一佛头 归一佛头 然后 这个佛头叫他说 你不能归于我然后对于以前的那个老师就不供养你还是要供养他 我都是很有度量的 不像说 现在 现在有某些人 要是有比较有名的人去 跟他学习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为什么来跟我学习他都会拿出来大回广告 你看这个来当我的弟子 然后 我都不是这样 我都是不但说 跟他说你要考虑清楚 你要考虑清楚 那你来归于我可以 但是你还是要继续 跟以前一样去供养你的老师 然后 结果 那个 大家回去跟那个林天佐的洛提子讲说你那个 最有名的基士已经被回头说服了 他不相信 后来 我就去找他好了 就去那个基士的家里 基士仍旧是供养他但是不让他进来 在门外供养 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最后好像是吐血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所以 我们这里讲说是幻数者 这个字就是 辩论的时候 辩书的他们常常会讲说这个活头 有魔术 有魔术 气的人都被他说服了 那么 这个就是 讲到这个 深正直性 新正直性 智慧智光美恩这么讲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 英文的时候 你这里有出了一个错误 深正直性 新正直性 他这里是不是写的是跟深恋达性跟新恋达性一样 所以这个英文字应该是什么 应该不是 Proficiency 它叫做 Rectitude 我们 查这个巴力文就可以查到 英文字了 查这个巴力文 在这里 又把它弄掉了 好 这个查这个巴力文 是正直性 这个 Wujukata 这个正直性 这个巴力文 他就可以查到这个英文字 Wujukata 是正直性 我们看这个英文 这个字 Dactitude 所以 这里要改成 这里一个地方要把它改成 那个 Dactitude Dactitude of Mental mind 还有 Dactitude of Consciousness Mentitude Dactitude Dactitude 这个字 这个字 看清楚这个字 Dactitude 时间已经到了 那今天就 把这个 十九 Pen 一切 新 新手 讲完了 下次 我们看这个 下次就是 下下礼拜 因为下礼拜 刚好是元旦 要休息 放假一天 活定假日 下次我们讲 三礼新手 三礼新手就 比较不会这么 单调一点 里面有故事可以看 这样 那这里还有这个 西达拉大长老的 这个从安波练到 这个 禅定 有需要的 没有拿的 可以来拿 因为这本书很好读 就是 你可以 练习 如果你同来没有禅修过 你可以练习 怎么样从 这个呼吸 进入 这个 练习到有禅定 那现在我们要请 增上班贴 带领我们练回向祭 descend 灱 run 灰 灰 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